他养出的贵鱼苗不简单 同样的大小 价格却是别人鱼苗的三倍多 这么贵的鱼苗 养到大后 竟然成本更低 利润更大 看广东省佛山市的林华 如何步走寻常路 用高价的鱼苗 养出成本更低的鱼 领着养殖户 抢占市场先机 财富无处不在 行动成就梦想 欢迎收看志福清 这诗说得好啊 桃花流水贵鱼肥 大家都知道 这个贵鱼味道鲜美 但是这价格 也比一般的淡水鱼呢 要贵很多 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林华 一直琢磨着说 哎呀 能不能够让贵鱼便宜点呢 于是他花了六年的时间 养出了一种贵鱼苗 这个十厘米的鱼苗 意味着就要五元钱 是别人鱼苗价格的三倍还多 可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他用这种价格昂贵的鱼苗 养出来的鲑鱼成本 还真低了不少 这林华养的贵鱼苗 又有什么特别的呢 自月下旬 气温回升 林华公司的鱼苗销售 开始火热起来 他就是林华 今天卖的这批是贵鱼苗 这个是多大的呀 这个是五六公分嘛 真的很漂亮 那这个是按金卖 还是论个头卖 都是一样的 按个头 按个头 就是这个五六公分的鱼 像这个一个的话 能要多少钱 一块钱 林华鱼苗养得好 自然不愁卖 这个十亩的土糖 已经卖出了四十万尾贵鱼苗 这堂鱼的成果 已经 我估计达到九成左右 应该是十亿成就保本 靠着卖鱼苗 林华一年就有 一千五百多万的销售额 就算是在鱼苗产业 全国规模领先的佛山 行业里的人提起它 评价都很高 有个胆量去尝试 一个新鲜的 这个事物 对它来说 这个新鲜的农业行 它带动 起来带动 比如打渣州炉 桂花 吃的桂花以外 都是我们带动 我们山水 走出第一步 这一天 拉出来的三万尾 桂鱼苗 马上转运到 另一个地方 那里 隐藏着它 更大的财富秘密 现在这个鱼苗就一块钱 经过很多管节 通过那个损耗 那个损耗率 一步一步淘汰了 到最后到十公分左右 我们就卖五块钱 市场上一条 十厘米左右的桂鱼苗 价格是1.5元 临华养出的桂鱼苗 价格是别人的三倍多 这样的鱼苗 公司今年已经预定出去了 一百万尾 同样大小的鱼苗 临华就比别人多 卖出350万元 更令人惊奇的是 鱼苗价格是别人的三倍多 但是相比很多同行的鱼苗 临华的鱼苗养成成品鱼 这个过程成本还能更低 利润更大 用这个鱼苗养生品鱼 卖炸虽然比其他的 低两三块钱 但是它的利用空间 还比它多八块到十块 这事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临华究竟有什么财富玄机呢 临华是佛山市三水区大唐镇人 上个世纪90年代起 就做起了水产流通生意 2011年 他在大唐镇租了600多亩的鱼塘 开始培育鲑鱼 加州鲁鱼等鱼苗 到2015年 临华公司的鱼苗 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 这刚步入正轨 临华就盯上了一种鱼 鲑鱼 他要干的就是让鲑鱼吃饲料 鱼吃饲料 听起来不像是什么新鲜事 那会儿 在佛山市乃至广东省 几乎没人这么去做 临华为啥要干这件事呢 桃花流水 鲑鱼肥 广东人喜欢把鲑鱼叫做桂花鱼 鲑鱼肉质细嫩 吃起来味道鲜美 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喜爱 可它的价格很不亲民 我们都喜欢吃那个草鱼 偶尔都要买那个桂花鱼 那你为什么平时吃草鱼个多呢 那个价钱就比桂花鱼便宜一点 吃起来总是那个桂花鱼就好吃 可以说 桂鱼是淡水鱼中的贵族 单价就比一般淡水鱼高出十几元到三十元不等 就算它的肉质口感更好 为啥这么贵呢 这还要从桂鱼的一个习性说起 这个是麦鱼用来喂鲑鱼的 你出来一出口一开口就吃到现在就要吃活鱼料 但是它跟着它那个鲑鱼的鱼格大小配那个鱼料鱼大小 鲑鱼生性凶猛从小就爱吃活鱼 那这个就是没有吃到鱼料鱼的 那个肚子扁扁的吗 哦 看肚子是吗 嗯 你看 那吃了是什么样 吃了是鼓鼓的吗 哦 鼓鼓的 哪一个啊 哪个吃过了 那我可以捞 这是同规格的鱼吗 是啊 同规格的 这个那个长度还比这个长嘛 哦 你看 是这个位置 嗯 你看 鼓鼓的吧 吃完活鱼的鲑鱼苗肚子明显鼓起来了 鲑鱼从开口吃食到出堂都要吃活鱼 它每长一斤就要投喂4.5斤的饵料鱼 吃的量这么大 鲑鱼养殖户大多在投鲑鱼苗之前就得先养上饵料鱼 那你养了多少亩呢 这是150左右 那你150的面积大概养了多少亩的鲑鱼 20亩左右都可以了 20亩养鲑鱼 那其他的80亩呢 都是养鱼苗啊 就是贵法鱼式的那种料 你养20亩的鲑鱼需要养80亩的饵料鱼 肯定要 那不会多吗 不会多 不然要买一点点 不高的时候还要买一点 养殖一亩的鲑鱼至少要搭配4亩的饵料鱼 鱼塘没有那么多 还有一些养殖户就直接买饵料鱼 记者在采访时 饵料鱼的价格在5到6元一斤 养一斤的鲑鱼 饵料鱼成本就要25元左右 一到冬天 饵料鱼的价格更高 甚至连高价都买不到 冬天的时候它长得慢 基本上不长了 那个时间 所有它吃了 拉了就没有了 所以就很难找了 春节的时候那个小鱼很缺 想买都买不到 而鲑鱼占据了鲑鱼养殖 大约80%的成本 鲑鱼从鱼苗长到成品鱼 需要大约6个月的时间 每个不同阶段还要搭配合适大小的饵料鱼 成本不好控制 管理还麻烦 鲑鱼的养殖风险很大 市场行情不好 养殖户就会损失惨重 林华和鲑鱼打了20多年的交道 他太知道饵料鱼对鲑鱼养殖的限制了 2015年 林华就想用饲料养殖鱼来降低成本 他从一种鱼身上看到了可能性 工人们正在捕捞的是加州鲁鱼苗 市场上吃饵料鱼的鲑鱼苗 10厘米大小的一尾价格是1.5元左右 和鲁鱼苗价格差不多 可是养成商品鱼后 鲑鱼的单价却比鲁鱼高出近30元 加州鲁鱼和鲑鱼一样 天性爱吃活鱼 现在市场上几乎9成左右的加州鲁鱼 因为如果鲑鱼一旦像鲁鱼一样 一铺开全部百分之八九十七鲜鱼的时候 这条鲑鱼那个成本是十二三块 十五块以下的 二十块以下的可以收到鱼了 他的大胆想法立马受到了很多质疑 其实不止鲁华 行业里也有些人尝试培育出吃饲料的鲑鱼苗 但是基本都没成功 鲁华却铁了心要试一试 我就考虑目前可能难度比较大 其实我这个不是很担心 只要我看好这条鱼 那个前景就可以 要让鲑鱼吃饲料 就要像加州鲁鱼一样 从鱼苗阶段开始改变 它吃活鱼的习性 行业里把这个过程叫做驯化 当时很多人驯化鲑鱼苗 都是小打小闹 没有成熟的驯化技术 更关键的是 市场上还没有专门的鲑鱼饲料 难度这么大 林华觉得靠自己瞎琢磨 肯定不是办法 他找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珠江水产研究所的专家团队 借助科研手段一起研究 一开始 林华投放了三万尾 五厘米大小的鲑鱼苗 开始试验 它们一切都要从零做起 一般来说 鲑鱼只吃活鱼 只有在饿极了时 才会吃上几口死鱼 这驯化的第一步 就是让它饿上一两天 鲑鱼喜欢在阴暗处活动和觅食 林华和专家就弄了这样的遮光布 让环境更加优暗 它喜欢黑的 越来越那个鱼 全部砸裙全部过来 一群一群 优暗的环境 鲑鱼自然聚集在一起 吃食会更香 这样还不够 它们又从鲁鱼驯化过程中借鉴经验 在池里安装了这样的水管 所有的手段就是为了诱骗鲑鱼吃食 一般先吃两天死鱼 再拌上鱼粉投喂两天 最后一步就是喂饲料 那会儿几乎没有专门的鲑鱼饲料 专家自己调配粉料 林华花了两万元钱 买了这样一台机器 加工成颗粒料 全程二十多天的努力 结果出乎意料 这批苗居然有五成左右 驯化成功 这给了林华巨大的信心 二十到二十五天后 这十厘米的鲁鱼鱼苗 要五元一尾 同样规格的 吃饵料鱼的鲑鱼苗 只要一点五元一尾 苗是驯出来了 养起来会如何呢 2016年 林华饰养了三万尾鲁鲁鱼 最后成活率在九成左右 这活鱼养殖的鲁鱼 和鲁鲁养殖的鲁鱼 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 林华现场考验了一下记者 你看哪一条是吃鲁鱼 哪一条吃鲁鱼的 我觉得这一条吧 这一条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吃鲁鱼的 这条是鲁鱼 是不是这条 错了 你可能觉得它肚脂大 是不是 它就发育了 就是每吃东西都很大 那个肚脂的 这个是鲁鱼来的 你看那个鲁鲁 一按它就流出来了 它常说 这个还没常说 它们的差别 林华一眼就能看出 这个颜色可以看到 你看这个 黑中带飞的嘛 不同颜色的 黑中带 带一点灰色的 你看这个就不同了 盖黑的黑 盖金黄金黄的 深色的那条鲁鱼体型较大 是饲料养殖的 林华告诉记者 饲料里饮料成分多 同样条件下 饲料养殖的鲑鱼会长得快一点 这一下林华更坚定了 之后 它又陆续驯化了几批鲑鱼苗 效果总不稳定 有时候 只有两三成 它就在专家的指导下 不断改进技术 驯化技术一步步稳定 驯化率却不见提升 这一直困扰着林华 一次偶然地发现 让林华驯化鲑鱼苗的比例 就提高了两成左右 这样他卖一批 饲料鲑鱼苗的销售额 就增加了20% 林华还是从一个 大多数同行忽略的地方 找到了突破口 2016年 林华开始尝试 在土塘里 用网箱驯化鲑鱼苗 他和员工发现了 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野外堂里面 网箱里面是没有 会游泳的那个小鱼的 就是网箱外面 是有一些小鱼在游来游去 然后他不吃那个 食饿料的那个鱼 在网箱旁边 一直看着那个 会游泳的那个小鱼 林华在驯化鲁鱼的时候 注意到 有一半的鲑鱼苗 没有驯化成功 这些鲑鱼苗 不开口吃鲁鱼 体质就会变弱 最后不是饿死 就是被它扔掉了 可经过细心观察 林华发现 在这些 以往被淘汰的鲑鱼苗中 依然有一部分鲑鱼苗 还有活力 对小活鱼感兴趣 林华想 能不能对这些鲑鱼苗 进行二次驯化呢 其实驯化到五成的比例 就能赚钱了 林华非要试一试 只要成功了 它就比别人多赚一份钱 这个竹筛 就是专门用来筛鱼苗的 要冻它 那个鱼苗 你搞冻它 它就有油 一油它就装出去 驯化进行到第十天时 一些鲑鱼苗不吃鲁鱼苗 个头小一些 就会被筛出去 驯化成功的鲑鱼苗 吃了鲁鱼苗 体型更大 就留在筛子里了 林华就把吃鲁鱼苗 分到另一边 把不吃饲料的鲑鱼苗 选出来 喂食活育后 再按照流程驯化一遍 就这样一试 这部分原本被很多人 扔掉的鲑鱼苗 让驯化的比例 提高到了七成左右 这让林华驯化一批 鲁鲁鱼苗的销售额 增加了百分之二十 这鲑鱼苗有了 真正愿意养的人 寥寥无几 怕它的吃鲁鱼的时候 那个技术不成熟 有点怕 你看一下五块钱 鲁鱼苗里下去 很贵的 你要 要 电费 要什么的 养起来 养不出来的时候 你就怕费的嘛 如果没人愿意养 鲁鲁鱼很难扩大发展 林华多年的心血 就没有意义 2017年开始 他就向周边的养殖户 客户们 推广鲁鲁鱼苗 每年只有 二十到五十万尾的订单 数量不大 今年才开春 林华就拿到了一百万尾鲁鲁鱼苗的订单 一下子带来了五百万元的财富 他叫陈光烙 是佛山市一家鲁鲁厂的销售经理 2019年时 陈光烙找到林华 推销鲁鱼饲料 一开始 林华并不感兴趣 陈光烙推荐的是浮水料 只能浮在水面上 等鲁鱼游上来吃 这和鲁鱼锥食活鱼的习性 完全不同 你看 冬衣鲨就吃一条鱼 它的感觉就这样子 就是这样平行的 还往一点纱 你看 它就这样子 往这样子 平行上下的感觉 林华之前用的饲料 是缓尘料 缓尘的饲料 就像这个死鱼一样 慢慢下沉 也能达到鲑鱼锥食的效果 鲑鱼一般在水体下层活动和觅食 用这种浮水饲料 鲑鱼就要游到水面 改变锥食的习性 林华耐不住陈光烙的再三推销 试了试 没想到 效果很好 好像有一点腥味 腥味很浓 就是它 它就要这个腥味 因为那个鲑鱼 它是可鱼的 如果你没有鱼腥味 它不过来吃 它的天性是平行着 追着鱼吃 是吧 那现在呢 现在有一点痒 那个头啊 有点痒 仰着头 这样吃 45度 这样斜着 这样 这样 这样跳一下 是吗 那我们试试看 没反应 大力一点 大力一点 是不是 吃了 吃了 吃得很深 那个水响 因为我这里没有那个水泵 冲水嘛 有水泵冲水 它就来得比较好 投入饲料后 鲑鱼斜冲向上 吃食后迅速游开 这种饲料浮在水面上 让人清楚地观察到 鲑鱼的吃食情况 可以更精准地投喂 这让林华对推广 饲料鲑鱼的养殖 也有了新的思路 陈光澳接触的养殖户多 他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 他有客户都带过来 我这里有苗就帮我拿 我就是等于他开多一个客户 帮我拿多一个苗 他的鲜料就卖多一点 等于这样子 商营 直到今年 林华公司的 饲料鲑鱼苗销售 终于有了起色 一百万尾饲料鲑鱼苗的订单 其中一半以上 都是陈光澳推荐的 这十厘米的饲料鲑鱼苗 要五元一位 同样规格的 吃饲料鱼的鲑鱼苗 只要一点五元一位 养大之后 收购价比吃饲料鱼的鲑鱼要低 可就在去年 养殖饲料鲑鱼的人 还真赚到了钱 这几年 饲料鲑鱼开始在市场上流通 上个月还收了一个 两三万斤 两万多斤 饲料鲑鱼在市场受认可 口干肉质的还可以 价格上饲料 相会有优惠一点 怎么优惠了 一般优惠百分之十左右 目前 饲料鲑鱼一斤的出塘价 比吃饲料鱼的鲑鱼低两元左右 按照目前的养殖水平 饲料鲑鱼每长一斤 需要饲料1.1到1.3斤 鲑鱼饲料价格一斤10元左右 就算加上鱼苗成本 一斤养殖的成本在16到18元 相比于吃饲料鱼的鲑鱼 饲料价格稳定 成本好控制 去年那个鲑鱼的价格很便宜嘛 去年才21块22块钱 你算起来养鲑鲑鱼要亏本的 养那个小鱼的来吃的要亏本的 鲑鱼就不用亏本 它成本才18块 就算20块还有2块钱就要 就这样想 就杀了2万多 结果赚了很多钱 这样多少钱去年 去年你三万斤鱼 起码赚了几十万呢 林华用自己驯化的鲑鱼苗 养殖商品鲑鱼 成本在15元以内 就算价格低一斤2元钱 按记者采访时 32元一斤的收购价算 林华卖出一斤鲁鲑鱼的利润 就能有17元 正是林华的勇于尝试 让他成了第一批 尝到甜头的人 从长远来看 鲁鲑鱼未来的发展 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完善 那这个地方就是 我就说有两方面要着手的 一方面就从种子上 就是说我们希望 从它的那个原有的 这种品种里头 我们再挑再进行选艺 第二方面就是说 这个鲁鲁研发 肯定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2017年开始 在三水区大唐镇政府的推动下 林华还在基地 建起了党员示范田 一直和水产专家团队进行合作 2020年 林华公司出售的鲁鱼 加州鲁鱼 黄桑鱼 黑鱼等各类鱼苗 和成品鱼的销售额 超过了3000万元 它还带动了当地300多户农户 一起发展 他们也依托我们 这个大学方做的一个机制 就带领本地的一些农户 就把这家公司的一些技术和产品 就也是反说给这些农户 一个经营的成本 是降级了15% 然后年均的一个收入 增加是1万元以上 这也成为我们大船 一个乡村振兴的 一个成功的典范 正如身边人对于林华的评价 他就是一个愿意创新 敢于尝试的人 林华敏锐地洞察到 饲料鲑鱼养殖的发展趋势 六年的时间 他投入全部的心血 改变了鲑鱼传统的思维方法 找到了自己的致富密码 更为鲑鱼行业的发展 探索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好了 各位 今天的致富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